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露截止时间 华裔兄弟才姗姗发布 关于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完成的公告 东阳美拉正是冯小刚在6年前创办的公司 当年成立仅两个月的东阳美拉 被华裔兄弟宣布以10.5亿人民币的股权转让价款 买走了其70%的股权 但这次收购还设计一份长达5年的业绩对赌 即东阳美拉承诺华裔兄弟 2016年完成不低于1亿元的税后净利润 且这一金额在次年上调15% 在2017年至2020年 分别要完成1.15亿元 1.32亿元 1.52亿元和1.75亿元 根据过往披露 冯小刚分别在2016年 2017年和2019年完成了业绩承诺 而2018年他补偿了6627万元的业绩 2020年是冯小刚最艰难的一年 东阳美拉在当年度 仅实现了552.38万元的净利润 正因此 冯小刚必须在这几天 补齐欠给华裔兄弟的1.68亿元 在当下这个结果眼上 就算是亲兄弟也得明算长 冯小刚与华裔兄弟结缘 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 1997年 因电影市场很不景气 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 韩三平找到冯小刚 拍摄了内地第一部贺岁电影 《甲方一方》 没想到这部片子大获成功 最终获得3000万元票房 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冯小刚按照协议入账117万元 自此 国产电影进入贺岁片时代 之前憋屈了多年的冯小刚 也正式开启了顺风顺水之路 正是在这个时候 冯小刚遇到了之后 共同奋战20余年的好友 王中军 彼时 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的华裔兄弟 刚刚成立三四年 最开始以广告业务起家 后来了解到拍电视剧很赚钱 就投身电视剧大赚了一笔 并开始寻找投资电影的机会 而正是由此开始 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双双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1998年左右 华裔兄弟先后投资了 陈凯歌的金科次秦王 姜文的鬼子来了 和冯小刚的没完没了 最终 前两部因未能供应损失不小 冯小刚拍的没完没了 却让华裔兄弟大赚了一笔 获利近5000万元 尝到甜头的华裔兄弟 自此认定了冯小刚这个好搭档 不仅以一年400万元的高价 签下了冯小刚 更是将自身定位 从广告公司向电影公司转型 长期投资冯小刚的电影 华裔兄弟与冯小刚 一度有着长达十余年的蜜月起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做出了不少票房奇迹 从1999年的没完没了 2000年的一生叹息 2001年的大腕 到2003年的手机 2004年的天下无贼 2006年的夜宴 再到2007年的集结号 2008年的非诚勿扰 2010年的唐山大地震 无一不是稳坐年度票房 Top3的存在 华裔天下 有一半是冯小刚打下来的 正如华裔兄弟王忠蕾所言 华裔兄弟很快就靠着 冯小刚的吸尖能力迅速出圈 晋升为民营电影公司里的 龙头老大 作为回报 春风得意的冯小刚 在享受票房口碑 双丰收的同时 也获得了来自华裔兄弟的 一封大红包 2009年 华裔兄弟在创业版挂牌上市 拿着华裔 2.88%原始股的冯大导演 直接套现两个多亿 富人徐帆 甚至向张国立抱怨道 光纳税就纳了4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 华裔兄弟更是2015年 给刚当上老板的冯小刚 开出了10.5亿元 高溢价收购 冯小刚旗下 刚成立两个月 且净资产为 负0.55万元的公司 东阳美拉 70%股权的天价 当然 条件是 冯大导演 需要在之后五年内 完成合计6.74亿的净利润 此时的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对于这一业绩目标 显然都很有信心 但曾经属于冯小刚的时代 似乎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 2011年前后 已经名利双收的冯小刚 为了完成自己从商业片最好的导演 到全能导演的华丽转身 决定再拍一部《1942》 只是 这部他赌上之前12部影片积累的人气 甚至欠上了不少人情债 才得以上映的影片 最终却成了打破冯小刚神话的关键所在 《1942》最终票房惨败 上映首日票房只有2600万元 口碑上也是争议不断 据称冯小刚甚至为此掉了眼泪 尽管这部电影 后来为他带来了华表奖最佳导演奖 却让华一兄弟赔了不少 为了尽快替华一收回投资 好久没拍喜剧的他 还没从《1942》票房失败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 就又拉着王硕硬凑出了一部私人定制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仅用了他一个多月就拍完的电影 上限四天就斩获票房3.2亿元 甚至最终以7.17亿元票房 创下了他的演艺生涯新稿 冯大导演很困惑 甚至开始愤怒 自己偶心沥血 准备了18年的《1942》 竟然不如随随便便 一个月拍完的私人定制 于是 2013年12月29号上午 冯小刚突然发表 三个小时内连发七条微博 痛批影评人 说他们浅薄丢人 并称对方是文化纳粹 也是这个时候 人们开始发现 冯小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从当初低调谦卑的冯裤子 变成了对天对地的小刚炮 不是在骂人 就是在骂人的路上 唐山大地震上映时 说要早点脱离这个婊子行业 一不留神 对了整个行业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 他发长文 暗讽 万达 低排片 是小人行为 方华上映时 他又在电影论坛上炮轰观众 中国垃圾观众 造就垃圾电影 只是 习惯了指点江山的冯小刚 在完成合共6.74亿元的KPI时 却颇有些力无从心 2016年 我不是潘金莲票房未达预期 但顺利完成对赌任务 2017年 方华大获全胜 冯小刚超额完成目标 2018年 因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风波 首级二位能上映 业绩承诺也随之泡汤 冯小刚自掏腰包 支付了业绩赔偿款0.68亿元 2019年 冯小刚又硬着头皮拍了一部 《只有云之道》 勉强完成当年的业绩承诺 当冯小刚的电影不再卖座 华裔兄弟的日子也跟着不好过了 2019年 《只有云之道》的票房成绩最终定格在1.59亿元 上部级冯小刚上一部电影《芳华》的领头 而800撤档 也导致华裔兄弟在当年所有的主控电影项目上 几乎颗粒无首 为此 王中磊还曾在内部批评相关负责人 认为这是致命的事物 事实上 2015年宣布议价收购东阳美拉后 华裔兄弟 这场当年看似精明的买卖便不断显示出其风险性 按照东阳美拉这几年由冯小刚参与或牵头的项目 手机二上映无期 方华算是小赚 但转眼 只有云之道 又赚亏 而东阳美拉也曾涉及聚集开发 但几部已问世的聚集项目 不是如火王评价极低 就是如北浙南原尚未确定上线日期 而这些项目作为网剧 其溢价也有一定的天花板 2019年 又恰逢华裔兄弟当年压宝的重点大作 八百因技术原因撤打 围绕华裔兄弟不务正业的争议 达到了最巅峰 当时 王中军在亚伯利夏集论坛上 承认已经开始卖自己的藏画 来缓解公司的现金流 但即使如此 华裔兄弟2019年的业绩亏损 仍然达到了39.63亿元之高 在那年年末的内部信中 王中磊承认2019年 是公司创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 回顾今年 我却几次提笔 几次放下 不知从何开始 当然 次年到来的新冠疫情 在此后 更成为将影视公司拖入深渊的噩梦 而在当时 无法未捕先知的华裔 只能一手抓电影主业 一只手寻求资金援助 冯小刚与华裔兄弟 这对老搭档 也就此走向命运的分岔口 冯小刚开始出现在一些 无关电影导演主业的场合 比如担任网剧监制 还以演员身份 拍摄电影《中全八公》 而华裔兄弟 则越来越强调 公司并不过分依赖冯小刚 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 王中磊还表示 早期的华裔资源比较集中 匮乏 所以签约导演 以股权绑定 来保证产品质量的延续性 但现在应该是 做一轮新合作方法的时候 2020年 时隔一年重新上映的 800票房达到31亿元 挽救疫情下 濒临倒闭的大小院线的同时 也成为华裔兄弟业绩的强心剂 当时华裔兄弟也趁势在 800大热后 发布了新一年的 H计划新片单 其中管虎 田宇生 陈正道 曹宝平 周星驰等导演的新作 均被华裔兄弟拿下 而管虎也接替冯小刚 与华裔完成新一轮的强绑定 旗下公司七印象 获得华裔参股 华裔也作为出品方 继续参与了管虎 接下来的献礼作 金刚川 今年三月 王中军还在参加 与米红主持的《卓剑》中 谈起了华裔这几年的经营困境 他认为 和自己的管理决策 关系应该很大 节目里 王中军谈起翠永元 对华裔所造成的毁灭式打击 也聊起在朋友圈 为华裔借钱的往事 因为卖楼卖画 倍感事态炎亮 不过节目中 王中军还是表态 华裔不会摘牌 事实上 影视公司面临黑天鹅 所遭遇的重创 仍未恢复元气 华裔兄弟的困局 或许正像王中军所说的一样 是多重因素的产物 结榜冯小刚后 王中磊也曾在2020年上海电影节 与诺不会在未来 错过任何一个重要档期 但事实上 由于疫情影响 华裔兄弟目前仍处于产能恢复阶段 今年春节档的世神令表现不佳 五一档作为黄金档 华裔只有参投的阳光劫匪上映 而该片票房 目前仅为4371万元 H计划其余的几部电影 如《美人鱼2》 涉过愤怒的海不是尚未定档 就是仍然处于后期阶段 资金方面 华裔兄弟曾在去年4月发起定增预案 其中 华裔兄弟原本计划向阿里影业 腾讯 阳光人寿 象山大成天下 育元股份 明鹤集团 信太人寿 三立金控 山东京达9家公司 发起20亿元级别的定增 不过 这笔三一起稿的定增方案 却最终在近期搁置 华裔兄弟将其解释为 需要探索更符合公司 长期战略部署 和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的解决方案 也有说法称 华裔兄弟的借债 已经超过了这笔定增 截至今年一季度 华裔兄弟短期借款 达到16.85亿元 短期有期负债 为17.80亿元 这意味着 即使定增到账 华裔兄弟目前的债务窟窿 也一时无法解决 尽管冯小刚 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日子 与华裔兄弟密不可分 但现在 他们也难回到过去 冯小刚的工作还要继续 这几天就有媒体拍摄到 他一身休闲装扮 出现在重庆某地 这正是冯小刚擦演的新作品 中国版中拳八宫的拍摄片场 当时在这部电影的开机现场 与冯小刚并肩而战的 不再是昔日的老朋友 王中军 王中磊兄弟而人 而是爱奇艺的创始人龚宇 说起这部电影 龚宇信心满满 这一来自日本真实故事改编的作品 曾经感动了许多观众 为了演好这部电影 冯小刚还特别和参演的狗演员们 培养了感情 当然 冯小刚的导演工作也没放下 在更早之前 他还和爱奇艺合作了另一个作品 2020年 爱奇艺乐想会上公布的网剧名单上 出现了冯小刚的名字 让业内人十分吃惊 通常而言 像冯小刚这种咖位的导演 不会去接网剧项目 一位影视行业从业者 告诉AI财经社 拍大荧幕作品的 很少有自降身位拍网络作品的 讲述都市女性成长故事的网剧 《北折南原》 最终在2020年9月开机 冯小刚亲自导演 《东阳美拉承治》 仅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拍摄 目前则在后期制作中 提及这段经历 冯小刚用一段字述 解答了前言后果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 可能我不会拍一部电视剧 冯小刚略为调侃地说道 因为影院关门 他失业在家 连带着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工作 他不想裁人 但得开工吃饭 得生活呀 正是在这个时期 爱奇艺找到了他 劝说他接触网剧项目 冯小刚一开始也很犹豫 但对方说服他说 网剧这种新的内容形式 能让他尝试更多新的创作方式 冯小刚最终同意了 谈及这段经历 他也说 人不同阶段也的确应该做不一样的事 每个年龄段也有不同的心绪 在左右着自己的创作 年轻的时候我是顺势而为 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我只想顺心而为 和顺心而为的冯小刚不同 华裔兄弟今天面临的情况 是如何逆势翻盘 2018年 因重启拍摄手机2 被映射为故事原型的崔永元 在微博公开炮轰华裔兄弟 并揭开了影视圈 阴阳合同等偷税漏税行为 这一事件 最终不仅引发了娱乐圈的税务震荡 还成了压垮华裔资本局的 最后一根稻草 多个跌停板后 华裔兄弟的市值 在一周内蒸发了50亿元 此后 2018年至2020年间 华裔兄弟合计亏损超60亿元 对于本就不富裕的电影公司而言 已属一笔不小的数目 好在自2020年开始 亏幅逐步收窄 也是在这几年 本已淡出华裔业务的王中军 重返华裔 展开了一系列资产储置工作 以便回笼资金优化债务结构 在新的2020至2021年度 片单计划中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春天一岁 被放在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 排在路川的749局 周星驰的美人鱼2 和贾张客的 一直游到海水便兰之后 甚至在这个片单发布后 有关这一电影的信息 就再也没有更新 曾经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携手打造的贺岁电影 是电影行业一年一度的大戏 现在这个年度项目 已经消失无总 在这笔1.68亿元的补偿之后 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终究还是回不到从前了 好了 祝你晚安 我们明晚见 我们明晚见